世界一把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欢迎收听世界把抓 我是郑里文 好喘喔 稍微跑一下就很喘了 今天在我们现场是东海大学 大家最喜欢的跨领域日本区研究中心主任 陈永峰教授老师 我是陈永峰 大家好 但是不是大家喜欢的人吧 很喜欢喔 很多人都跟我说很爱听你的节目 因为大家喜欢听我耍宝乱讲啊 明天是中秋节 祝陈老师中秋节快乐 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大家中秋节快乐 现在大家都在期待郭董的月饼 你有收到吗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啊 我们希望还没有啊 就是还在期待中 赶快 你收到要打开 再公开 公开告诉大家 我们家的地址 有月饼请送到一下 不会啊 可以送到电台啦 傻瓜 对不对 白痴啊 小林收 小林大早就到了 五点就来了吧 对啊 要选总统的 应该所有的媒体都要送个月饼 对不对 你看小林很认同 你也想吃郭董月饼 月饼有什么好那个的啊 他们家没有做月饼 我昨天吃了 啊我跟你讲啦 大家很想看月饼里面 有没有字条啦 当然哦 要革命了不是吗 就 赶快一个一个月饼掰开 啊好 怎么没有字条呢 对啊 今天报纸登了 字条要写什么 今天报纸登了国民党的广告 我们把它塞进去 很特别吧 在这里啦 在这里啊 团结奋斗救中华民国 然后呢 就是意思就是要团结就对了啦 经过民主处 就是写给韩国瑜跟郭董看的 其实是写给郭董看的啦 就意思就是说 已经民主机制产生统统候选 希望大家团结 要进一步 退一步 让一步 跨一步 进一步呢 就是说放弃意气 不要再有意气之争了 相互献策 韩国瑜是要献策给郭台铭什么啦 就要选韩国瑜就 好啦好啦 不要挑毛病 相互献策 然后退一步 反省折中 彼此协调 让一步 海阔天空 取得共识 跨一步 集中权力 争取胜利 所以说呢 这样才能够 好 然后连署人呢 连署人比较重要 林正泽 林 等一下我看一下这是谁 林伯峰 赖正义 彭应刚 这几个是企业界 再来又回到国大议长 陈金让 陈正香 陈正香就是那个我们的部分区一个将军 之前 胡志强 蔡玲兰 蔡玲兰是台中的一个 我们就是资深的一个女的国大代表 信用合作社的理事长 那你还不错 你台中人 蒋孝岩 詹春伯 陈炯松 胡维珍 王文叶 胡维珍和王文叶也都是将军 金恩庆也是将军 刘兆玄 曾明忠 以上等人 顾掌 顾掌吗 你觉得这样子啊 有没有横给郭台铭面子 对于挽回郭台铭 现在不是面子的问题 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明天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 哇你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去 所以 所以呢什么意思 你要告诉郭董啊 为了中华民国 就是说他到底是选才有明天 还是不选才有明天 他的判断跟这些人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就说啊 像这些 而且郭董认为初选不公平 不是吗 那这些大佬 这样子登报纸啊 也这样算是历史上第一次 我有印象中 那时候连宋分的时候 有人这样登报吗 我实在是不记得了 没有印象 因为连宋分的时候的老板是李登辉 而且是在故意让他分的 那时候不一样啊 所以就不会有人来做这种事啊 因为宋楚瑜是在国民党里头 很有实力的一个人 而且他是带一票人离开国民党 郭台铭就是一颗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像连战马英九 等个这么多大佬啊 这样算很给郭台铭面子 还有一个大佬没出现 你好烦哦 真的 一定算大佬的吧 王金平没出现 对啊很怪哦 没出现 但是前面那个两个名字的 第三个名字又没有他 呼吁团结那个 你说韩国瑜郭台铭 他们参加初选 下面是朱立伦啊 朱立伦 朱立伦现在写在联署 因为所有的前主席 朱立东辉没有 所以王金平先生没有在前面 也没有在后面 对他们没有去找王金平 所以不算国民党吗 没有啦 我也没有在里面 但我会小咖啊 对不对 这里你排不到好不好 我排 要好几页 要好几页以后才会排到我 我想看明天有 明天有没有续集 要带一个卷轴 有没有这样 哇掉下去 很长的卷轴 一直找不到这里 排不上 没有啦 但王金平应该可以 排得到后面吧 因为他现在没有党值 他现在没有党值 国民党是很在乎 所以里面谁有党值 你说 这些党值啊 他们都是前主席 副主席啊 然后呢 然后 关中哦 大佬 然后有盘子 对 也有道理 考试院院长啊 对不对 对啊 为什么没有放王金平 那这是 不知道是谁发动的 你猜啊 你比较厉害 不知道 连战排第一个 可是因为他是照那个 照那个备份排的 所以 有没有党主席排在前面 我蛮有排这么后面 你看 第二名 哪含好吗 他是这样子看的啦 不是这样看的啦 第三名 他排第二名啊 对啊 因为他曾经是副总统 又是现任党主席啊 只有你们国民党才会 然后吴国雄 你们国民党才会 重视排名 这一点都不重要 好不好 乱讲 不然这些人全部都说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民间公司 哪个不重视 顶多 顶多 你去看看那个 你去看看哪个 照姓名笔画 或发音顺序 你们学术界不重视吗 我看你们学术界应该很重视 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 所以我一定不是学术界 请问学术界是不是很会那个很会逗 看起来单纯 但是一点都不单纯 因为台湾的学术界 跟政治的关系比较紧密一点 因为就是 日本的话 没有 我说的不是当官的 我是说真的在自己学术界里面逗 因为看圈子吧 看学校 看戏吧 有些戏就很单纯 有些戏就很会逗 比喻越大的 哎呦 再怎么小的圈子也会很会逗好不好 医学院最厉害吧 我看 真的哦 对啊 我觉得学术圈其实也蛮会逗的 不是吗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不是吗 就要联合啊 不然这些名字全部放在一起 本来也不一定都是朋友好不好 你觉得会对郭台铭有没有用 没用啦 真的吗 他月饼都要发给你了 只是吃月饼而已啊 里面有没有字条 我是说真的 我觉得会有一点用 有什么用 我不晓得 你叫忙一久跟他讲就好了 你不觉得对郭台铭来讲 像很有面子了吗 哦 所有人的名字都出来 对啊 嗯 拜托哦 我觉得这样算很有很给他面子了 但是插官公跟马祖啊 算是一个 算是一个台阶了吧 对不对 真的吗 我觉得是 你的判断真的觉得这样就 我不知道他 不是啊 我当然不知道足不足以让他不选啦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会 我觉得他们这种人啊 哎呦 我告诉你 你们这种没有当官的你都不知道 而且没钱的 对 而且又没钱又没权 你不知道 我觉得他们这种人啊 都还蛮在乎这件事的 那你这样的前提要件是 他根本就不想选 只是在找一个理由 你说波台铭啊 如果你这样的分析的话 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啊 因为这事情牵涉很大 嗯 而且就不是 这种就是 很复杂嘛 嗯 选下去会怎样没有人知道啊 这不是你想 我觉得他当然是一定想的啦 怎么可能不想 不想就不用讨论这么久了啊 对不对 他就是很想 但问题是这件事情 就是没那么简单嘛 我觉得啦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啊 我是觉得 我们两个没钱又没权 能在这边讨论半天 是不知道在讨论 别人有钱可以登广告 别人有钱可以登广告 至少 对啊 那个联合报啊 连续不是有两天 好像那种 这个非得批评不一切不可 那个大 大 就是有点像那个大房 你不能说大房啊 你干嘛替他宣传 你不要再替他宣传 这个百分之百商业行为 对啊 我觉得他一定是 不知道是什么产品 就是在一个 有一灯的广告 在抓小三 这个我们不要帮他宣传 你看 不要帮他宣传 你看我今天也印了 日本的报纸的头条过来 日本的报纸的下面 一定是书籍的广告 杂志的广告 不会有类似这种广告 也就是说 你不能因为有钱 就可以买 爱灯什么灯什么 对对对对 因为报纸是有公益性的 好不好 但是你看我们的头版的下面 都会有 偶尔会有一些奇特的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 你知道他在干嘛 譬如说这个 对啊 当然你猜得出来他在干嘛 但是你看 你不知道他在干嘛 但是竟然也 放在联合报的第一页 就是啊 然后联合报还接受 登了 你不知道现在行李已经拍摊了 又不是今天 以前就这样 现在没人要看报纸啊 他还拿纸本出来 我们也算是古早人了 好 那个 所以这个 安倍晋三改组了 是的 那所以啊 你看 同样是内阁字啊 那日本的首相啊 还是比英国的首相稳定很多 现在啊逆转 本来日本是非常不稳定 手相一直换 你看那个江绳 我看他已经hold不住了 主要应该 非得改选不可吧 那个字 强调的是权力的集中 所以非得改选不可 那请问安倍晋三 为什么要现在改组啊 那定期 每年的九月 因为刚好是 自民党的总裁的选举的 秋后算账 还有另外一个传统是 日本做大臣 就是我们的部长的人啊 一定要轮流 但是安倍晋三 已经破坏了非常多了 很多大臣都没换过 重要的位置都没换过 包括他自己嘛 哦是哦 所以换是正常 不换才是不正常啊 对日本而言 哦像我们台湾就常常觉得 就说啊怎么 换不好吗 部长一天到晚都忘记 现在的部长是谁 现在教育部长是谁啊 你也不知道啊 财政部长 你也不知道嘛 一时就讲不出来了 经济部长你也说不出来了 蛤 不是沈农金吗 我跟你说 行政院副院长 你也说不出来了 不是那个吗 陈其迈吗 你还记得 我完全不知道 啊你的意思是说 像日本像他们这种 常常在换 就是因为就是阁源 就是那个 就是国会议员 日本的文化的形里面 必须像陀螺一样一直转 陀螺只要不转 就会倒了嘛 所以用变来维持不变 但是安倍金山某一个意义 破坏了这件事 你看他到今年的11月 如果没下台的话 就是变成日本的政治史上 任期最长的首相了嘛 对 所以既然破纪录 既然破纪录就不普通嘛 而且从2012年他上台之后 到现在有三个重要的位置 都没有换过 一个是他自己 另外一个是副首相 马生太郎 马生太郎的爷爷是吉田茅 他跟马生太郎很好 好不好另外一件事 本来也是冲突的 但是你看现在可以合作 是一个政治的结合 所以你看日本人这一部分 比我们厉害多了 比我们成熟了 不一定要当老大 事故了 我们没有老二哲学 否则很多事情会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要政治就是要妥协 没错 我们那一部分比较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台湾妥协跟谈判 就要被人家讲说是背叛 是出卖 是黑箱什么的 很奇怪 哪里有政治所有的事情 都要摊在阳光下 所有的历史 不是都是背叛死吗 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也有台湾人跟日本人合作 没有错 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时候 也有台湾人跟国民党合作 这里面都是好几个民族 不是吗 这个社会就是要学会对话 不是吗 而且 十个人里面一定会有十个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你怎么样妥协出一个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你就要学会这件事 不是什么事情 都要照你自己的意识走才行 他还少讲一个人 一个叫菅义伟是现在的官房长官 就是我们的行政院秘书长兼发言人 所以这三个人都没有还过 安倍晋三 麻省太郎 菅义伟 所以他们没有另外设发言人就对了 对 秘书长叫兼发言人 一天开两次以上的记者会 而且都很无聊 糟糕你啊 以前我们秘书长啊 他开记者会都好紧张 这里面这里面跟我来 都给你开 你一天开十遍也可以 对啊 因为会做事不一定会讲话 会讲话也不一定会做事 但会讲话又会做事的人也是有的 日本的内阁的发言人70岁 70岁 我们一定要找年轻的 貌美 的女生 高颜值 所以两边的那个对社会世界政治的看法不太一样 的意思 另外一个是重要的是控制这个执政的自民党 或控制国会或者是借此来支配日本 所以重要的不是谁当首相或谁当头 这个在日本的社会比较清楚 讲一个另外的事吧 天宗小冬大家一定忘记了 学历很低 多低 小学或国中 因为他年代的关系 赚钱生的 但是因为不是传统的 不是传统的日本的精英 所以非常谦虚嘛 而且知道日本最强的力量在哪里 在哪里 在这里讲过 所以他去当大仗大臣 就是现在的财政部长的时候 他当完那个才当了首相 他只带几个技巧秘书进去 其中一个跟他最贴身的 最相信的 一到了大仗省 大仗省是日本最强的官厅 他说你要去跟大家 到每个办公室去跟大家打招呼 说我们来了 请大家多多指教 多多给我们指导 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那个人去打招呼 回来之后田中小龙跟他在大臣室里面 在部长室里面跟他的基要说 你怎么打招呼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 他说我就去 发一下名片 告诉大家说我们来了 田中部长 田中大臣来了 白痴啊 他把他骂回去 你知道吗 去一间一间去下跪 不过日本人下跪 跟我们下跪意思不一样 榻榻米的生活上 本来就是跪着 跪坐 叫土下坐 一间一间再去一次 要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的能力是我们的 一千倍以上 没有他们的帮忙 我们什么事就干不了 再去一次 真的去跪了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当然是 我也是很想看那个英国的那个 Yes Minister 就是那个 Yes Minister 中文要怎么讲 我不会翻译耶 很有名的 那时候一直到后来 Yes Prime Minister 很长一个 他在讲那个 就是讲这些政治上面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英国人 对于这种民主政治 就是部长跟文官之间的 那真的非常的世故 然后非常的成熟的一个 民主国家社会 然后他可以这么深入的讽刺 真的很好笑 互相之间 我都觉得台湾应该看一下 这种影集 你的民主的 民主的这个智商才会成长 没可能的事情 看更多的 没有人要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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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DNA的问题 那文化基因的问题 还是要学习啊 学习还是有差 学习不到好不好 我们学这么久 学这么多了 我们还是我们好不好 如果是这方面的话 我们跟中国一模一样 跟朝鲜半岛一模一样 因为受了儒家的关系 儒教的关系 太厉害 所以你才会 你刚才还在讲说 波台铭先生看到这个 会觉得说很有面子 所以可以退步 不好意思面子是什么 完全中国人的文化 对啊对啊对啊 很虚的啦 没有错 用虚构要处理实存的事情 本来就会 但是还是很有面子 所以你又讲了面子 你又讲了面子 不是我们两个不在乎 但是人家会在乎啊 拜托我问你 这些人会登个广告说 请陈永峰 你不要再上节目了吗 当然不是啦 所以啊你看 因为我会不理他们啊 人家是大咖 人家是大咖 人家是人家不理你 所以他们是在这个文化基因里面存活 所以这些人虽然说稍微 这些人的名字都是名字嘛 你看连我都 我这种局外人 你都认得啊 至少都看过名字嘛 其中几个还见过面 对不对 至少在电视上看过 对吧 是啊是啊 所以这些都是人啊 就看了看了这个广告 既然这些都是人 而且都签名了 不管有没有假签名 都签名了 有啦没有假的啦 假的假的 不会吧 很多 不然一个一个去确认 好吧不重要 反正 不过有一个真的 王金平没有签上去 所以表示 表示假 没有王金平 的意思 所以这些名字都放进去 表示这些人 都是在这个文化里面长大的 对啊 这些人都是在这个文化的 行里面 让我们认识的嘛 获得到好处的嘛 对啊 对不 所以表示这确实是 我们的文化的行 这个跟中国一模一样 跟朝鲜半楼现在一模一样 是 跟日本不一样 或者是跟英国不一样 如此而已 所以这个学不来的啦 读再多书 赚再多钱都学不来的 就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这个国民党的广告 就是我们 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 或我们的 里面的国民党那一部分 民进党也许批评这个吧 或做不出来 不过民进党现在也做了 2.0 完全2.0 对啊 他们也都是这样子啊 完全完全 对付赖清德完全是这个2.0 而且是进化版 大家一定会去问郭董说 你看了这个之后啊 的反应是什么 不会啊 每人送他们一盒月饼啊 里面也有纸条 差不多了 纸条是什么 说不定给你送的不一样 送给你的不一样 好烂哦 我如果没有收到 岂不是很丢脸吗 没有啦 因为发言人都在监听 因为广告部门 上节目遇到的时候 就赶快自己楼下 7.0 买盒月饼 假装 自己还写一个纸条 不要再骂我们了 有空来做 我们需要发言人 我已经消炎了啦 哪有一辈子都在发言 差不多 更重要的是 比如说日本人的老二哲学 那日本人这样有没有用 日本人不会做这种事啊 一定是水面下 然后这种公开的 来我告诉你 我请教你 这一封信 这一封信只是写给一个人看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有必要公开吗 对啊 这只是写给一个人看的信 然后广告 第一让联合报赚到钱 或其他报大概也是 也有 其他报也有 全部都登了嘛 对不对 让报纸赚到钱 另外一个 他只是写给郭董一个人看 如果可以私下 或水面下沟通 有必要这样吗 那这个就不是面子了 好不好 我公开跟你说 呃 曾奕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下个礼拜让我继续来 这是压力 是不是 我都没有说错话 你为什么不让我来了之类 可不 而且为了本台的团结 请不要再骂韩国语了 陈友峰 好不好 那像日本人会怎么样 会 日本人会怎么样 一定是水面下 所以 出一种事情 一定是水面下 所以会有很多 在做这一类工作的人 现在做这一类工作的人 就是坚义伟啊 你说那行政院秘书长 这一个位置 一定全部处理 比如说那个要改组 谁要当大臣 谁要当政务官 谁要当什么 这一定是透过那个协调 然后名单就出来啦 那要瞧得动啊 啊瞧不动怎么办 所以需要瞧得动的 那种文化基因嘛 所以那个非常 最会瞧就是日本人 日本最会瞧 小则一郎 这完全的天中角龙的土地嘛 这不只是用组织的 不只是用人情的 另外当然还有钱 利益在里面 那譬如说像那个 自民党也曾经分裂过 分裂分裂 他们分裂的时候 分裂的主角是小则一郎 对对对 他分裂的时候啊 他们怎么样去 跟对方谈判 或是挽留 利的来往 大家来算人数 所以田中角龙派有一个 田中角龙哲学 有一个很重要 叫数的理论 数量的理论 就是完全知道 什么叫议会政治啊 他说要控制日本 就控制执政党 不管这个执政党是哪一党 要控制日本 就是要控制执政党嘛 控制执政党 不用控制全部 只要控制执政党的 议员的一半 这叫四分之一理论 一半的一半 这叫四分之一理论 所以长期的执政党 都是自民党 对不对 自民党你不用全部都买 不用全部都控制 你只要控制 自民党的国会议员的 一半就可以了嘛 你就控制整个日本了嘛 那你怎么去瞧出 那个一半 四分之一嘛 就要长期的维持 一个稳定的 所以就是他们的派法理论 最大的派法控制执政党 自民党的一派而已 但是问题是说 你没有出现一个突变嘛 像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韩国瑜 或跟郭台铭 都不是传统国民党初选 会出现的人啊 所以他不会听这些人 不会看这些人的面子 或不面子嘛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郑立文 到底我们广告说 讲了什么这么开心呢 但是陈永峰不愿意开直播 所以你们大家都听不到 在我们现场是陈永峰老师 你要跟我们讲 田中角融的故事啊 对哦 解散的时候 解散的时候 大家不是回去要选举吗 先到田中角融来去 就是解散国会之后呢 要回去选 因为起来多好呢 一次一百多个 两百个人到他的家里面去 一次到他家哦 两百个人到他家里面去 对对 两百个人去 然后他会激励大家嘛 我觉得他还是那种 老式的日式的房子哦 对对对 非常大 现在还在啊 他女儿田中政绩之后 来当过外交部长 好有气势 小权内阁的时候 就进来啊 每人发一包啊 钱 多少钱 没有拿回去 然后回去 回去担在拼 他再回来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不是失去 议员的资格吗 解散之后 你们现在都不是议员了 每人发一包钱回去选举 然后再回来 都帮你们准备好了 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样才叫做老大啊 不然呢 准备竞选经费是他的责任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那又回来的时候 当然又是天宗派嘛 理所当然 应该的啊 那包多少钱啊 三百万 那是用皮箱吗 三百万台币太少 日币太少 日币不行 就类似这一类的 政治性的操作 那然后还有很多 急要的秘书 或其他的 他的下一辈的 众议员 就是他的派法的小弟 会去执行这些事 那都会学啊 所以这个不只是 对议员部分 那所以他们会在 对文官部分 比如说他们会在 日本的自民党内部 称为说 譬如说田中派嘛 还是说什么派 就是这样 就叫田中派 就老大的名字 现在还是啊 什么西田派之类的 麻生派 所以麻生跟安倍晋升是不同派别哦 是是是 完全不同派别 那这样才合理啊 这样结合起来才有过半数 然后你看来又长期在一起 就表示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目的 像民进党就有这个机制嘛 所以你有很多派系啊 对不对 有新潮流啊 有这个系 有这个那个系啊 现在已经换太多名字了 换到什么去了 什么 郑国会 还有那个 三立的那个老板叫什么 海派啦 海派啊 对不对 就是整个派系名字已经改了 改很多 不过这个非常是本型的了 但这很重要耶 非常重要 因为你才能瞧啊 你这个党才有办法出现共识啊 然后还培养 那你派系的老大讲好了以后回去就叫派系的人就配合啊 没错 没错 我跟你讲国民党没有这个机制啊 因为以前国民党它是威权时代 就是党主席讲的算嘛 党主席就是总统啊 对这是不好的事情 确实 那你现在民主化了以后 你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整合意见 因为这个党没有一个机制 因为没有派系啊 大家讲说国民党人会没有派系 那叫做地方派系 不是全国性的派系 那是不一样的 对啊 而且是因为二重三重的统治 比如说外省人跟本省人 比如说中央机构跟地方机构 那现在年轻的听众应该不知道 以前国会是不改选的 你是为了那个国会改选才上街头的 郑一文小姐 所以以前中央台北跟台北以外的地方是分开的 是啊是啊 所以说国民党其实就是变成就是一盘散沙嘛 那因为以前党中央很强嘛 反正就是听党的嘛 那现在党很弱嘛 所以没看到以前的党中央在总统府的正对面 但是各位 各位包括台北人在内哦 各位年轻朋友 你想一下 台湾的国会在哪里 没有印象对不对 就不重要啊 不重要啊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行政院在哪里 全国的听众朋友 你那个行政院的样子你出得来吗 出不来 但是讲一下总统府 你当然马上就出来了 嗯 总统府非常的明显清晰 可视度非常高 但是立法院你不知道在哪里 或那个样子你出不来 嗯 行政院更边缀 嗯 我都想不出来 哈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democracy 百分之百是议会主权嘛 某一个意义来说 所以我们立法院那么弱 所以王金平先生你看 立法院院长当那么久 没落英啦 没落啦 因为力量 力量的权援不是在那里嘛 你做个比较久也同样啊 但这不正常啊 应该国会要最重要才对 不要说我们什么时候 在我的记忆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国会议长 议长或者是当了很久的立法委员 变成 变成我们的领袖 没有 大咖的 你看马英九没有当过立法委员 对啊 李登辉没有当过立法委员 小英当过不分区的样子 对对对 对不 陈水扁自己选过 对啊对啊 所以这是民进党行的还比较 国民党行的 你看这些谁选过局啦 有啦 朱立伦有选过立委 有谢谢感恩 还有没有 武敦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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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武敦义啊 马英九算过 那算算过吗 马英九是市长 关中这么厉害没选过局 他那个年代 他是做那个主发会的主委 是啊 竟然陈炯松还有名字 怪怪的 你看 你看这个谁认识啊 但是以前全清一时啊 大佬啦 对吧 那关中等那一边的人呢 结果都还放在这里面 所以仍然是旧的系统 在操作这件事了 这超明显的 已经都我 我已经忘记的名字 都还出现在上面 还有什么国会议长 林峰正 还有那个陈静让吗 对不 陈静让是国大 国民大会的议长 对对 对没有错 你看这些名字在现在 现在自己出来选 都选不到三票 五票好不好 不会啦 现在皇民会 才刚选上市长 嘉宜 有一种 他也会看的啊 在社会根本没影响力的人 我一定要这样得罪人吗 就是啊 他们是哪里得罪你 这个是分析 现在的社会的利 那如果仍然是这些人 出来登广告 拜托 跟社会有点怪力 不然要叫谁出来登广告 才有用啊 所以就不用登 就一样这些人也没 人都送一盒月饼给郭董 不就好了 我们中国人的节日就是 透过节日 大家维系人际的往来 你现在送给郭董月饼 月饼正式 不会奇怪啊 你怎么知道没有送 搞不好有送啊 有送就坐下来讲五分钟也可以啊 坐不下来讲五分钟 或者里面夹纸条啊 不是吗 郭董月会一个一个剥开好不好 而且你看我们过节 两个礼拜以前 他就开始送啊 日本人会送礼吗 当然啊 就是说 中元跟 中元 中元跟那个年底 中元 鬼节吗 对对对 日本人中元 像以前我也会送我老师啊 中元送一次 过年送一次 后来比较简洁 就是过年送一次 好奇怪哦 没有人在中元节送你 然后我老师那个退休之后 就跟所有的学生讲 从今之后不要再送我了 我没有办法再帮忙你们了 我这个超级 超级的 我没有办法再照顾你们 所以 对日本人就说你不可以 礼数不可以过多 你过多会让对方 然后收的人也尴尬 就是 对对对 我又没有办法 那他回礼的 你也不能过度贵重 要刚好啦 我老师也讲过这件事啊 他的一个姐姐 生活过得比较不好 但是他每年也只能 只能寄五千块的礼券给他 他说再多的话 他会觉得丢脸 对方 所以要刚刚好 他说最多只能做到 好奇怪哦 中元哦 好奇怪哦 中元送礼哦 一直觉得很奇怪 就一年两次 我们是一年三节 那他们中元送什么 比如说我们中秋就要送月饼啊 文旦啊 那个端午就要送粽子嘛 他们送什么 夏天现在比较流行 比如说送啤酒 因为夏天很热 啤酒太重了吧 都是直接 送啤酒 那他可以送那个提领券啊 你去酒店换嘛就好 去那个大卖场换就可以 但是送老师啤酒怪怪的吧 我也送过啊 真的哦 送高级一点的 不是普通的啤酒 送酒 类似比如说送酒这样子 送酒 送酒也很多啦 各式各样 台湾人家送酒啊 送茶 不会坏啊 还喜欢送香菇 有没有 干货啊 对不对 之类的 多年 日本送什么 送和果子 各式各样都有啊 茶 反正就礼盒 礼盒 各种礼盒这样子 你到超级市场去看 或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就到了那种时间 就大家都在卸单子 像我们这样子 就是直接快递送去就好了 都不用亲自送吧 但是你接到的人 比如说连我的老师 接到我送的啤酒或礼物 也是会马上 以前是用打电话的嘛 对 马上打电话 哦 有人有收到 有收到 谢谢 后面不用再这样啊 以后不用再这样了 明年还是照送啊 哦 一样的道理 但是他就照顾你很多啊 当然不是因为 对 你要想要得到他的照顾 因为有特殊的关系 因为日本人内跟外分的 非常清楚 你外是送不进去的 外是进不去 那像早期啊 台湾都会送礼给医生啊 日本人会不会 那就是你今年里面 有的是一次性的 有的是长期性的 像我跟我老师的关系 是长期性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呃 假设 不好意思 陈尤峰今年生病 然后进了医院 做了整修 整修 那我不是非常感谢 假设 我非常感谢 没有纠纷 非常感谢 啊 你这么细心的帮我看 虽然我只是一个 一个你不认识的病人而已 类似 那还有其他的部分啊 比如说我来电台 收到台长的照顾 收到小林的照顾 当然也许 也许啊 就送一点小礼物啊 这是理所当的 哦 那小林觉得我讲话很有趣 每个礼拜听到有趣的事情 他就嗯太棒了 陈老师你来玩高兴 那下属不用送礼给主管吧 那是内的部分 下属不用送礼给主管吧 应该不用吗 那个不一定 那个不一定 因为那是内的关系 所以无限的内跟外 我们这里在我跟你 或跟小林之间 到底是内还是外 有时候已经很模糊 在日本的世界里面 我进了六十酒吧 对不对 理论上这里全部变成内 不用清语 就不用了 比如说工作上的关系 拜托 这个麦克风 怎么用轻轻的 轻轻轻 等等 电话怎么不通 你就会送个礼物 我就会骂他 或说一下 但是理论上 他会觉得 陈老师你又不是老本 你不过一个礼拜来一次 干嘛这样 我们又不是内 我们没有那么亲近 干嘛这样批评我 你下次不要来好了 他心里面大概这样想 但是我已经觉得 这是我们共同的工作场所 这叫厂的理论 这叫厂所的理论 这个空间 我们这几个人 一起在一起 做一件事 那一件事情 是为news酒吧而做 某个意义来说 比如说为台长的 他的任务而做 所以不能做不好 因为我们四个或五个 是一体的 在这个空间里面 明明只有三个啊 你是哪里看到四个 那不是一个 你都没看到 还有五个 我想说你是看到了 为什么你看到的 你看到什么 你有阴阳眼 台长在外面 在听 好 也许陈永峰的特殊能力 不能有特殊能力 你们还没有感觉到我的特殊能力 吓死人了 等等 这一类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会把小林们当成妹 或把你当成妹 因为我们是一起在做一件工作 如果不精彩的话 你有责任或有责任吗 一定说乱讲或你乱问吗 对不对 或不好好回答 那所以我们之间就有责任了 但另外一个走出这个录音间 我又突然会感觉到 我们是陌生人 无限接近陌生人 像我们出这个地方之后 再也不会跟小林打招呼啊 也不会跟他联合 我也没把他当成我的朋友啊 你也一样啊 干嘛这样啊 你看我们有在 小林好伤心哦 他睡了 他心睡了 你看我们不理解 对不对 小林也许会觉得 我们常常见面 已经见面数十次或一百次以上 我们一定是朋友了吧 但是在日本的心里 没有把这个当朋友 做日本人不可以自作多情 自作多情的人 会让别人觉得很麻烦 这是要敞的理论 所以内外的区别 还有一定要维持距离 才会有产生美感 像我老师真的很神奇 他跟我说 他不交朋友 然后比如说学生来接近他 或其他的人 出版社等等来接近他 他一次对他客气 一次对他不客气 维持那个固定的距离 不可以让你一直进来 你一进来他就要退 太亲了 好像在跳探戈一样 乖乖的日本人的 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郑立文 在我们现场是东海大学 跨林医日本区研究中心主任 陈永峰老师 DJ小林 还有气质 总共有四人 刚刚认真检查了一下 对 并没有躲第五个 好恐怖 我这样讲 我觉得我背后有站着谁吗 我就是加深爹里面 没有啦 你吓死人 小林终于曝光了 没有啦 没有曝光啦 他是我们的DJ啦 我的学生都在问了小林是谁 所以我特别介绍小林啦 小林很可爱耶 你干嘛不搭话呀 小林又清睡了一次 陈老师你今天讲 我不知道该怎么挽回才好 你这样子 在政治就会有心结了 你懂吗 下次就很难得做了 还好我永远不是表面上的 你不是当政治人物很幼稚吗 我也很幼稚啊 还好我不当政治人物 好你继续 刚刚讲到哪里 我那个 昨天啊 把平安之盟 我就乱插了 你要讲什么都可以啦 我们是无歌单演唱会 老师会有听众说 你们今天主题是什么 然后那个YouTube上面 不是都会定一个标题吗 陈老师为什么每次标题 跟那个内容都无关 怎么会有关啊 现在媒体都这样啊 新闻的标题 跟新闻的内容都无关啊 我们是讲完之后才下标题的啊 我们都是无歌单演唱会啊 因为你这样忽然间看着我 害我接不下去这样子 我只好说我昨天晚上 把平安之盟这本书看完了 没有我们刚刚是要讲 你刚刚广告时间的时候 比较精彩 我们都是广告时间比较精彩 讲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你刚刚不是讲说 有人一直送礼给你 但是你都没有回礼 哎呦你别说这个啦 我就很没有礼貌呢 所以你要想起他 他为什么一直送礼给你 很多年吗 就好人啊 人家狼就 你没有那个负债感吗 有啊 有啊你怎么没有还债啊 怎么还 再送他一个礼物也可以啊 人家送你大礼 你也可以送小礼 或稍微再增加一点 假设备份的关系 他在你的备份的上面吧 张碑吧也许 或跟你平备 这么说起来我还真是没有礼貌 我现在是要讲的是日本人 各位去看菊花语剑那本书 路斯班里迪克特就说了 报恩跟负债 恩跟债是同一件事 对对对对你说讲恩跟债想起来了 恩跟债是同一件事 还有 顺便讲到这个 顺便讲到这个 因为不随便受别人的恩 因为那个会变成负债 对 而且因为日本人只有一辈子 没有轮回啊 没有下来辈子 我们都会说 我们都会说 后世人在海里 不会不会 我都希望 我上辈子的还有这辈子的 都还光光这样子 不要再欠任何人了 这辈子你在努力嘛 对对对 所以你在还债 是真的真的 我真的这样子 而且我不要再欠人家了 对没错 所以你有这种概念 所以回去赶快回礼 日本人概念是 恩跟债是同一件事 所以不随便受恩 或不能受你还不起的恩 那有一种恩你会还不起啊 陌生人给你的 因为你不会再碰到他 所以比如说 在电车啊 或巴士上面 我们台湾人喜欢让座 不让座会被Kan 日本人基本上 对于让座这一件事情 并不热衷 是不存在的 不是说不存在的 不热衷 不会像我们一样 觉得到得上 我们某种意义的基因德 做好事嘛 所以不用想 让座 而且博外座非常明显嘛 颜色也不一样 因为敬老尊贤也是一个啦 就是主教主义里面的一件事 但是日本人会觉得 我让座给你 或你接受我的让座 你站在接受让座 那个人的立场想的话 他没办法还你嘛 所以他连老人 孕妇 也不太被让座 另外一个孕妇 最明显 不是孕妇 推小那个婴儿车的妈妈 我坐捷运来这里 也会看到嘛 日本人是一定 站在那个门前面 因为他的婴儿车会挡到别人的出入 对 所以他一定站着 不去坐位置 然后推着婴儿车 就在门口直接再推出去 我们的话是 我或其他人会常常看到这件事啊 大家看到 推婴儿车的妈妈进来 赶快来来 给他拉 来来 你坐这边坐这边坐 有没有 所以这想法不一样 没有说哪一边对或哪一边错 但是另外一个 这文化性的比较再进来的话 美国人让座 美国人为什么让座你知道吗 为什么 契约社会 然后呢 你要让座给我 因为以后的人也会让座给你 有样学样 完全的契约社会 那我们当然不是那一件事 我们相当程度就是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 儒教主义的敬老尊贤 另外一个是 轮回型的 轮回型的基因的 这辈子非基不可 因为你这辈子不是只有这一辈子而已 你是所有的 前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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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结性的累积嘛 对吧 对啊 所以郑里五这么会讲话 从小就会 就演讲就是冠军 后来又当了发言人 这么会讲话的正理文 一定不是这一辈子才开始学讲话 知道的是嘛 大家都应该不是这辈子才学讲话 上辈子应该都会讲话吧 你看你看你看 所以你现在就承认了 你有上辈子啊 基督教没有上辈子啊 医生人教没有上辈子啊 佛教的世界才有上辈子啊 日本人没上辈子啊 虽然晚间有点 但日本人讲话应该也会这样子吧 会讲说上辈子怎么样 下辈子怎么样吧 那应该受了佛教的影响 彻底他脑袋里面没有 文化性的记忆没有 像 在吧 在日本鬼比较少你知道吗 鬼很多啊 日本的鬼是怪物 对啊 日本的鬼 妖怪啦 对 十只眼睛一千只手 然后偶尔还会搞笑 有没有发现 不是亡魂是不是 我们的鬼是什么 我们的鬼是人嘛 日本的鬼不是人啊 可是日本也有争执啊 我以前小时候都觉得日本恐怖片最恐怖 就是很恐怖 我们的鬼是不去轮回 然后要留下来报仇的很多 报复报仇 所以很多 我觉得啊 那个基督教世界才多了 你看他们那 你看很多那个 什么被haunted的 要怎么讲啊 那个那种房子里面都有那种什么 很邪恶的 呃 阴魂 有没有 分成两边 都是什么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 或是蚕死 或是怎么样干嘛的 然后就阴魂不散啦 有没有 从地狱跑出来的 这种故事太多了 好吧 那只分成两边 有最后的审判 死后的审判嘛 日本人不相信死后的审判啊 我都好 我都好好奇哦 日本人所有人死掉都去天堂 这怪怪的 我想说因为那个天主教不是有那个大法师吗 驱魔师啊 驱魔 啊你看那个美国不是有很多什么历英宅啊 这种电影 它是真实故事改编的 就是那个房子里面就是有历鬼的意思嘛 啊不是找什么神父去驱魔什么的 我都很好奇 道士去不知道会怎样 就是不能去道士去帮忙一下吗 我还说那是文化疗法 不通的 不通吗 不同的鬼 不同的语言 不能收妖吗 大家来试试看 啊日本不是有阴阳师吗 现在还有吗 都有都有都有 那说比如说日本会不会中邪去找阴阳师或干嘛之类 我不懂啦 就是会吗 当然会啊 也有灵媒啊 当然都有任何任何事 越北边越有灵媒 对不对 灵媒有时候只是通而已 问事情啦 但我的意思是说这种驱邪的 治疗 治疗 所以说得怪病或干嘛的驱魔的这种 神社也在驱邪啊 也有 你买新车跟我们一样要去马祖庙驱邪就进神社啊 是哦 除恶 你不进神社的嘛 神社会有那种意思 就是去你的不好的东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我们家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还是可以请什么人来啊 在日本就叫阴阳师吗 在日本叫什么 有那种职业嘛 不过当然 有时候可能也会请和尚 会有特殊的力量的 请和尚来念经或什么之类的 任何文化圈都相信这件事吧 对不对 多多少少 没有我跟你讲 如果你是天主教 基督教的 因为天主教他还有专属的驱魔师比较少 虽然罗马还是有啊 基督教是不信这个 不信但是事实上存在啊 新约读一读 各位就知道了 对啊 使徒行传里面那么多故事 我看那个 摸一下站起来 死人变活人 把魔赶出去 都有啊 新约各位好好读一下就有了 都有 所以当初的基督教是新兴宗教嘛 对啊 今天当然已经变成世界型的大宗教了嘛 所以那部分就比较不使用 或比较不被 不被 不被拿出来特别的关注 但是所有的 附着在基督教的行星宗教 仍然在处理这件事啊 比如说有一个 有一个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比如说信谁 信谁名字 我不想讲 不想帮他宣传 信谁得钻石 这个在大学里面 得钻石 你信了他就会拿到钻石 真的假的吗 那要有拿到你才会信啊 拿不到还会信啊 信的信就信啊 真的哦 那以前韩国不是有统一教会 现在在台湾还是有啊 两个不认识的男女在 就直接结婚啊 教主 台湾也有人参加 日本也有啊 对啊 然后就会得到世界和平啊 然后选大学先生 大学小姐 可是你看他们婚姻都很幸福啊 真的吗 厉害 不是哦 你是实证上吗 我不知道 好像是不是吗 我们有认识啊 完全不认识 完全不认识的情况底下 也可以结婚 也可以结婚的状况底下 当然就不会有战争 是和平的 想法是那样 这个当然 是哦 当然有很多怪怪的地方 哦 文宣明也是哦 一样姓文 对对对对 他们那个教主 哦每次那个 他们那个教 哦都上万人的 然后以前在大学的周边 都会有类似 类似让以前 有冷气的 读书的空间很少 对对对 他就会开那个教会 让你 但是就是一层楼里面 就是一栋里面 一层楼 让大学生去读书 然后就是在吸收教徒 然后就信教这样子 像那个苹果屋在拐小孩 我也有学弟 就是选了大学先生啊 谢谢陈永庄老师 谢谢 谢谢